梅啟明趁梅艳芳61岁生计 在中环街头宣布将迎娶太籍女友查中美 她又指梅妈被侄子梅柏轮远禁 希望找到妈妈为她再分一事 摘好日子和筹备婚宴 不用一手找她出来拿钱买酒 不是的 一分钱我都不用她给 那你决定了哪一天和何时搞 何时何时 妈妈最喜欢吃饭 所以你等她吃饭 那当然了 老人家 我都希望她开心有一个好的日子 如果妈妈一直不出来 那你就不结婚了吗 那一定会 对于外界一直指她贪恨 梅啟明强调 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妹妹和妈妈的事 还即场发誓 我对着灯火说发誓 我梅啟明三个字 这个是OK OK吗 发誓是怎样 中间三尺 中间三尺 手指 握锅做到曲细 所以举不了 那些发誓是 你明白吗 是不是 发一发 两个手发一样 一手不够 对不起 变了眼镜 好吗 两个手 好吗 好 我来一下 好吗 保住 保住 我对着全世界说 我梅啟明三个字 OK 没有对她妈妈不住 没有什么 我说 梅啟明 我妹妹小时 我一直照着她的大 她最红的时间 我离开她 为什么 如果我是贪的 我一直在她身边 你明白吗 如果你有半句不熟实的话 你会有什么惩罚 天授 梅啟明第二任太太Joey 只未扮理离婚手续 被问到会否担心犯重婚罪 梅啟明就理直气壮 这样回应 这件事我预约了 你不用 不是啊 我告诉你 我预约了 就是说我一定清清楚楚的 你本身说 今天会准备离婚的文件 不会重婚罪的 但是法庭的事就 你这一刻都未离婚 没法子 因为 有没有答案 讲离婚 就是对方 就已经在法门那里申请了 你预计什么时候 会完成这个程序 完成了就很难说 因为他一天没有收到 那个所谓什么 但是呢 但是两年 已经分居了五六年了 那就是说 其实根本香港法律 就是两年后 就算怎样 都可以单方面去搞这件事 但是你和未婚妻 是不是已经识了很久 一起了很多年了 已经是 是的 五六年了 就是那时候是一直 这五六年都没想到 交离婚的事 没有 不是 一直都是有一个意识的了 但是对方的感情 已经是一早没有了 美向传媒展示 和梅妈跳舞片段 又说去年探望梅妈时 梅妈很开心她照顾启明 她亦表示 不会理会人家说她是小三 我不会看她的维画 是非这些我不会理的 我理我的人 和她 我照她 我觉得她的人很好 又直又真 又直又真又坦白 请问美你做哪行的 我做餐厅 我来餐厅 你搞一个分宴要用很多钱的嘛 就是会不会可能省回那块钱 那不需要花多钱的 是不是 因为你们说大排盐值嘛 是的 那会有很多方法嘛 为什么陪你回泰国打气酒啊 到时看情况 我可以演吗